这球卓阿爷放下了飞球也蛮结实 卓阿爷手往后退往后退再往后退 也来一个满过拳类打 好球 勇撞的一成可以达成 这个球越过游击手头顶 新车安打阿爷上跑车绕过三类 这是一个再见安打 由第一棒的曾华为所接触 游击方向的一个反弹球游击手 接着游击的传长英雷 杨健库也投出了他生涯的第一场的完工胜 这球打成了一个反弹球游击手抛了一下 没有机会了 三类上的跑车回来短分比赛结束 总冠军战的第六场比赛 就在叶军张一个内野的高弹要求 请请之下将三类上的成分军送回来 这是一个再见安打 掩讹程式得分的记录 招牌推进这个球打的将到的基石 佐众外舆放下了飞球 看起来是留不住摟 inbox 一线突破的多项的记录 发录晓晓的清晓 那真的是 punches 真的是了不起 真的是了不起 这个达key碰到非常会三甄对手的猜众男 哦 好球近雷 打擊的黃鮪魚沒有出棒 最後是遭到了三陣 選球狀況原賽者男也投出600萬的身價 這一棒打到了右半邊 落地形成安打 這一套房子繞過三壘 來不及回傳啦 這是一個再見安打 由鄭兆航所擠出的一支 中右外野方向的再見安打呢 是結束了這一場比賽 好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落地變成安打 而且一路滾到全打牆後面去了 張建平現在要破壘之後 要上三壘 這次是帶有一分打點的三壘安打 球打出去 在一輪之間穿越性格來加一打 他就適時被加一打 也讓近對生惡情勢呢 完全是不同的 氣勢上面氣氛後面是多緊張的 第一棒打到右外野方向的一個飛球 右外野走張家豪 解殺三人出局比賽結束 2004年中華直播聯盟總冠軍是 新農牛隊 大家好歡迎收聽收看今天的野球名人房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何梅金 那今天我們現場呢還是邀請到東哥黃忠義 哈囉大家好我是代班的這個夥伴黃忠義 還有我們的中重彩中教練 歡迎中教練 大家好 教練好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們要聊的呢 這是比較有趣的話題 因為之前有看過呢這個有特別企劃 有有趣 非常有趣就是選出呢 沒有喔 戴面具比賽 好之前的企劃大家有看過就是這個 選出兄弟相的最佳食人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選哪一隊呢 就是要來選出新農牛隊的最佳食人 到底呢有哪一些是在兩位教練的名單裡面呢 就是1到9磅加頭手 這很難耶 也是9個手臂位置加BH 像上一次說選這個兄弟相的最佳食人 對 因為我是有旁觀者 然後聽起來就蠻有趣的 還可以來去做一些推薦 如果要選到我們自己母隊的球員的話 可以自己推薦自己 那交給中教練好了 交給我 對 這也算難題了喔 這很久的事情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有這麼久啊 有有有 喔是好 說到新農牛隊呢 其實應該說是從 郡國雄開始 對 新農從郡國開始接手之後 開始了 因為大家會知道說那個時候的名單 新農牛隊的成員有加入了巴塞農 奧運那時候的主力球員 然後還有那個時候的衛拳 三商 都不少的好手加入新農牛隊 所以其實一字排開 這個選手的名單 還真的很難選 每個都 每個位置可能都有十個人以上可以選 對不對 不行應該說 我們要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中教練 對 要問他說他是在民國幾年的時候 加入這個 加入球隊 是什麼樣的姻緣 是郡國或是新農牛 那就我們跟老師來去回答好了 應該是郡國雄吧 是什麼姻緣才有這個 那時候是 我從美和帶球隊世界冠軍 完了以後那一年我回到台中 先帶高中的球隊 就是陳連宏他們的那一隊 這個 你應該說是我們那個 居國建設公司 跟學校的 對 學校建教的一個機會 因為他那個建教就是 好像選手分兩隊 就是 兩個學校 一個是 那時候當時的台中體專 還有新民商工 各一半 新民商工 各一半 那訓練就是 主要是整合球隊 那時候青棒隊 還是相當有希望 那就是帶完青棒以後 我就加入郡國雄 那張老師 應該是1993吧 1993 1994 1993我帶那個青棒 然後94年是 加入郡國 那個時候郡國是業餘還是 我業餘生殖棒 是業餘 有業餘他們有打一段時間 因為成績很好 才有資格跳職棒 因為那時候業餘是 郡國拿冠軍 他才跳上來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是跟路光在爭 那時候路光也很強 就是後來變成石爆音 後來有一批選手到 石爆音以後 就同時成立兩隊 一隊是石爆音 一隊是郡國雄 經過老師的一個回顧之後 我感覺上我又回到未來了呢 對那時候應該說 在老師這樣的一個追 這個講述當中 的確那時候 郡國雄是在1993年 加入到這個職棒聯盟 那當時 我就有印象了 那時候老師還是在 西林公商那邊當教練 因為這個應援際會的情況下 就我們這個老闆 陳老闆 就是邀請他能夠 當然我們這個 郡國雄教練的一個成員 是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中教練有帶過東哥 對對對 他那時候好教嗎 不需要教 太強了 就是什麼都會打擊 以後第一棒一不小心 都會打拳 謝謝 然後手臂還會騙人 明明是安打 他故意要當作要接到的樣子 還有不小心還騙到選手 死在二壘 假動作啊 只有這樣嗎 動作自己都是中教練教的 才會是有 不是我教的 他天生有這個天分啦 他也很會表演 對不對 表演假的跟真的一樣 所以人家才會上當啊 對不對 還要趕快回去採一雷雷包 結果球傳到二壘都封殺了 他要摸摸頭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聽說那個也是我的學生 這部隊是他搞得不好的樣子 不是搞得不好 是你演得太好 所以才會有內野魔術師的稱號 內野魔術師為什麼來的 當時一壘的是成選手 然後打出一個右外野的一個 看起來是一個安打球 飛球對 一個德州安打的球 他當作那個東哥當作要接 小飛球接殺 明明就接得不到 他也跑不到 他腳也沒有那麼長 根本沒有辦法跑到那個位置 他就當作他接殺的動作 當然那個沒有經驗的選手就被騙了 一般來說 他就回去一壘啊 你這個二壘人家 又外野接到 又傳給遊記者 又封殺了 像這樣的話 那主播會什麼樣的來去解說這個狀況 忘記 那剛好一個機會啦 剛好就想說 反正也接不到那個球 然後就做一個這個 接球的一個假動作 所以東哥現在是主播上身 沒有 我是還原那時候的一個狀況 還原那時候的說法 回到小時候 對 剛好就 陳瑞正可能 為了要幫球隊建功 就是可能也有道理的一個戰術啦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可能就沒有看到 看不到打指在騎到球的整個一個過程 所以說也 剛好講的 也看好 在那個狀況當中 也看到他的跑步的整個一個狀況 剛好就想說 應該用這個動作 應該是有機會能夠騙到他 還真的騙到了 所以說 現場變成就是球迷朋友 常常提到一個 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畫面 那野魔術師的這一場 精彩的手臂呢 好剛剛呢 東哥還原了現場 那我們再繼續把主題拉回 那因為剛剛有講到鍾教練呢 是從俊國熊那個時期 就已經有在直棒擔任教練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所有的選手 在你的眼裡看起來 每個都不一樣 所以要讓你選出呢 從辛龍時期開始 一直到 就是現在記憶中的辛龍牛隊 最佳食人 如果從投手開始選 教練會先選哪 一位投手是你印象中的最佳食人 本土或者是 漢口 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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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雷手是 張文忠 喔 二雷手 黃忠義 游擊手 張耀藤 三雷手 五師賢 虎手 白昆宏 嗯 頭爪還有一個林曹黃 喔 還有一個林曹黃 最佳食人啦老師 最佳食人啦 10個而已 掛第一曲都要10個了 勇壯啦勇壯 勇壯 勇壯 好 然後 外野手 外野手 就是 左外野陳俊和 中外野 張天麟 右外野王傳家 應該就10人了 還有一個DH喔 對 麗花益家 喔麗花益家 是目前在算是福甘軟飲的打擊教練 目前 目前是在 打擊很軟 嗯 教練的這些名單呢 可能有一些年輕一點的球迷朋友 可能跟我一樣會有三條線 欸他們名字怎麼寫呢 請搜尋一下 好 那這個 這個是中教練的名單 教練可以講一下 這一些人對你印象深刻的特色在哪裡 有一部分當然是九二巴塞隆納的 代表隊的一個成員 尤其內野喔 這個 可以說是非常堅強的一個內野陣容 對 也幾乎是中華隊的一個 先發的內野陣容 嗯 當然第一棒就是 天下第一棒黃忠義啦 天下第一棒 天下第一棒 我住過 我住過天下大 天下這個大樓而已啦 喔 第二棒應該 張耀誠也OK啦 嗯 喔 第三棒張文忠 嗯 喔 第四棒胡思賢 啊 第五棒就 麗花益家 嗯 啊 第六棒 完傳家 第七棒 張天靈 好像都是國手名單 也還好啦 是 喔 所以教練對這些選手印象深刻 就是把他們排在這個 你的最佳詩人名單裡面 是是是是 因為他們有很好的表現 應該這個陣容是算 比較完整喔 當然說你像陳薇辰是因為 因為 在到國外這個撞牆受傷以後 可能他的一個空間也有受到一些壓縮 喔 否則的話他也是一位很好的中外野手跟 一個好的打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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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靜合當然是很有名的就是三分合 就是 不小心就打三分全雷打的一個選手 呃 當然他高中也是我帶過的一個 呃以前是捕手 後來就是 因為捕手有人 呃 呃 比較好的去放在捕手 他就到外野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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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傳嘉也很有名的就是一場比賽打三次全雷打 呃 我真的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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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